大家好,我是乐乐 欢迎收看《乐乐电影》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悲伤的科幻电影 《别让我走》 故事开始明媚的阳光,光快的课堂 一群天真的孩子在学校向往着未来 可这所学校并不是普通的学校 虽然学校一样教书与人 让孩子们愉快玩耍 但却不让孩子们踏出校园一步 他们从未见过围墙外的世界 就连踢球时把球踢到了围墙外 也不敢去见 因为他们听说 曾经有一个男孩跑到了围墙外 第二天就被绑到了树上 死之还被砍掉了 外面的世界太恐怖了 这些传闻不知是真是假 但孩子们对此深信不疑 除此之外,更奇怪的是 这里会换不同的监护人来照顾他们 可却从未见到过他们的父母 影片中 女主也是这群孩子中的一员 她对汤米有种特别的感觉 汤米经常被人嘲笑和孤立 女主看到后愿意帮她 两人成了朋友 互生情愫 可些年纪太小 他们还不太懂感情 一天 一名新的监护人来学校任职 负责照顾孩子们 她看着这些天真的孩子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后来 学校举办了换玩具活动 孩子们都很开心 可镜头拉近摆满玩具的课桌上 玩具都缺胳膊短腿 破旧不堪 新监护人看到这些后 觉得孩子们应该对自己 对未来有知情权 而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并且如果孩子们知道真相 或许会更珍惜时间 活得更精彩 于是监护人在课上说出了真相 她问孩子们 未来想做什么 当司机或是演员 但是你们什么都做不了 你们从出生开始 人生就已经被安排好了 等你们成年后 就要去决心器官 直到死亡 因为你们是克隆人 你们的出生 就是为人类而服务的 孩子们听到这些后 一脸茫然 他们也并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 监护人就被学校辞掉了 而孩子们已经被洗脑太深 依旧相信学校 在他们眼里 学校所说的就是真理 他们不会也不敢怀疑 进行的是 他们还能享受当下的时光 一起玩耍 只是女主的生活 被照上了一层阴霾 因为汤米和他的闺蜜 在一起了 女主很难过 他不明白 闺蜜总是吐槽汤米 为何又会和他在一起 他一直期盼着 他们可以分手 就像学校里的 其他警律一样 可是并没有 他们在一起很久 直到18岁 他们离开了学校 被送到了校外的村庄 在这里等待着捐献的日期 等待着被安排的命运 唯一幸运的是 他们可以在外面自由活动 甚至可以去附近的村庄游玩 他们也第一次遇到了人类 还遇到了新朋友 新朋友是一对情侣 这对情侣在这里待了一年 很快要去终结终心了 在这为数不多的日子里 这对情侣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 女主的学校可以申请延期宣赠 只要是一对情侣证明他们是真爱 就可以多给他们几年时间 去享受生活 可女主他们没有听过这个消息 表示帮不了什么忙 而这个消息男主相信了 他找到女主想和女主一起申请延期 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的真爱不是闺蜜 而是女主 他才想小时候学校开设画廊的原因 或许就是因为画可以看出他们的品格 那么也能看出他们之间的爱 女主听后很是纠结 闺蜜也看出女主和汤米似乎更有默契 他们才更像是一对 这令闺蜜很难过 三个人的关系也愈发复杂 女主为了让三个人都不那么纠结 决定离开 并申请成了监护人 成为监护人可以延期捐赠器官多活几年 然后女主就离开了村庄 可汤米和闺蜜还是分手了 各自去了不同的村庄 等待着捐献器官的日期 几年后女主成了优秀的监护人 每天的工作就是去各地照顾那些刚吹吻器官的克隆人 因为这些克隆人还可能面临第二次第三次捐赠 直到死亡 这个工作让女主看到了太多生命的失去 也看到了太多无奈 直到这天女主在医院照顾捐赠者时 在此看到了闺蜜的照片 通过和护士聊天得知 闺蜜已经在这间医院 做了两次捐赠器官手术了 女主知道后来看闺蜜 此时闺蜜的身体已经异常憔悴 她告诉女主 第三次捐赠完就终结自己的生命 因为听说第三次之后的捐赠异常痛苦 现在趁她还活着 想和女主一起去游玩一次 也想再见一次汤米 这些年她一直在打听女主和汤米的消息 她也知道汤米在哪 于是他们来到了汤米的住处 女主和汤米相见后相视而笑 深情相拥 之后三个人去海边游玩 闺蜜也弹落了自己的心情 包括这次出行的目的 闺蜜说自己其实不爱汤米 当初只是害怕孤单 才和汤米在一起 并对女主表示了抱歉 她不该拆散两个相爱的人 希望女主可以原谅她 为此她也想做些弥补 她觉得当年情侣可以申请年期捐赠的传言是真的 想让女主她们去试试 尽管当年的学校倒闭了 她还是费尽精力找到了学校当年老师的联系方式 或许老师知道如何申请延期捐赠 女主觉得太晚了 容器传言未必是真的 但最终她们决定为此努力一把 汤米拿出了这些年的画作 希望这些画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爱 可当他们找到老师时 老师却说根本没有什么演技捐赠 那些都是骗人的 开设画廊并不是考察各种人的品格 而是试验你们到底又没有品格 这样的现实让汤米很是崩溃 回去的路上汤米冲着黑暗的森林咆哮 但咆哮仅仅只是宣泄自己的情绪 改变不了任何事 汤米还是没有逃脱命运 躺在了冰冷的捐赠台上 女主作为监护人望着这一切 没想起了小时候 那时她们也曾活过 但如今的死亡又是这样无可奈何 毫无尊严 最终两个相爱的人就这样生离死边 不久后女主的监奏机也到了 很快面临第一次捐赠 只是她不明白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所救之人的生命有何不同 大家一样会终结 整部影片看下来非常压抑 更像是一部披着颗万万一的文艺片 借用克隆人这一概念再质问一个问题 对于人类创造的生物 人类是否可以肆意践踏 而影片中她们不选择逃跑 很多观众对此感到困惑 其实不是她们不想逃 而是逃不掉 有一个粗俗的比喻 一只猪逃离猪圈 却依然逃脱不了被宰割的命运 当那个社会体制认为 克隆人就是用来捐赠器官的 他们又该怎么逃 对比当今社会 我们虽不用捐赠器官 但也要捐赠我们的体力智力等 我们也会感到无奈不公平甚至绝望 但我们不会想到逃离 因为逃离这个社会 唯一的方式就是死亡 可是除了逃离 我们还可以珍惜当下的时光 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得更精彩 虽然生命会终结 但我们可以活出不同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的影片录了以后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